《營養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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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原先進入的參加這個活動 為了就是要讓臉向 認為社福店的好朋友 表達我的敬意和感謝 不論是左理事長帶來的種 或是現場所有的社福官邸和醫療單位等夥伴 都是長期投入照顧領重的工作 非常積極地提供這份寶貴的意見 我們都有同樣的目標 希望讓社福政策和周全 讓社會安全化更完善 藉這個機會晚上才報告 明年的總預算中 我們社福的支出仍然是金額最高 也增加最多 我們天同一到六歲國家根據西洋 我們的預算從2016年的111元 今年已經收持突破千億 明年更加超過1200億元 在場新高 第二個 是我們的長照預算 從2016年只有50億 裡面的價格到870億 全國的長照紀念 從700多個會增加13000 在我們推動長照2.0當中 有藥、石、壓力士等各行業朋友一起參與 這也是我們所期待的 透過擬居更大的力量多貫其下 來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今年我們社福界朋友最關注的 就是社會福利基本法完成的密法 這是臺灣社會福利發展的一個 很重大大的崇碑 不僅確定國家社會福利的基本方針 也保障社會福利系統的發展 未來在社福人力、經費和平間上 我們能夠依法做出更完整的規範 恢復這七年多來 政府的各項福利政策 正是因為由各位的協助 才能一段進步 發揮效益 接下來大家所關心的社會救助法修法 以及社會福利政策當令的定點 我們也期待跟大家攜手合作 一起重招更好的成果 再次感謝各位的努力和付出 也祝福我們活動圓滿順利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多 voy更多會